接下来进行是赢者全拿 Sandra请讲解规则 这一回合呢 我们是要一起先把钱存到金库里面 那这一轮留下的最后一位 就可以把所有存的钱赢者全拿 这一回合的出题方式是 一个问题AB两个选项 如果选B的有三位 而且B是正确答案的话 一个人代表一千 马上存三千进到银行账户 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全拿 第一题请出题 请作答 一直都是教育界 没有人政治界 政治界没有叫信坛吗 没有 政治界是什么 政治界就是错国殃民 我自己说的 没有 不是讲政坛吗 对不对 染缸 那一般叫政坛 对啊 好 这个你怎么办 教育界啊 因为我记得好像每次教师节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那个扁 有一些老师会收到扁额嘛 好像什么 好像跟信坛有关系 我连忘记这四个字是什么了 正确答案是 B 教育界 其实信坛的典故呢 是出自于庄子的一个预言 在那个预言里面呢 孔子啊到处把学徒聚在一起啊 然后教他们事情 那每到一处呢 就在信林里面讲学 休息的时候呢 他就坐在信坛之上 所以呢 人家后来就把信坛成为孔子讲学的地方 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 那是看他坐在哪个地方 如果当时坐在酸爱园呢 酸爱团没谈 酸爱团就算了吧 对 芒果园 芒团 芒团 对 来 先给五千块 下面一题请出题 请作答 如果是真这样 奖金累积就快了 对不对 来 薄杰你讲一下 我觉得是早上六点到十二点 因为我以前在准备 那个大学考试的时候 也都是那种早上五点就会起来念书 我觉得会比下午 因为下午通常上初学课 我都在睡觉 就是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 比较昏沉沉的好 我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在吃完午饭之后 我们的胃大量在消化 所以协议都会到脑袋里去 所以下午的成效 应该是没有早上的头脑清醒 对 正确的案是 A 早上六到十二点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体温会慢慢地逐渐升高 那这个上升的过程会 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激紧的程度 还有我们的专注力 也会慢慢地提升 那我们执行 不管执行什么事情 其实都可以比较专注 而刚刚大家说的对 下午刚吃饱的时候 是最昏沉 最想睡觉的时候 怎么可能拿来读书呢 嗯 所以 加五千 一万 下面一题请出题 俗话常说 华羊头卖狗肉 请问 华羊头卖狗肉的由来 是因为国君的哪一种怪癖 A 喜欢吃自己养的宠物 B 喜欢看女生穿男装 请作答 请作答 哦 请作答 因为有时候在 虽然记忆是比较模糊的 但好像以前常会听到一些故事说 有一些皇帝会有怪癖 那听到有怪癖的通常都是 就是也许是在 断袖之癖 对 断袖之癖 从来没有听过说 跟宠物有关系 正确答案是 B 喜欢看女生穿男装 其实是齐国的国君 麒麟公 他非常喜欢看女生穿男装 所以他就让宫里的女人穿男装 全国的女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是不是也会开始仿效 结果这个时候 燕子就禁言君王说 你如果让宫内的女人扮男装 可是你同时禁止宫外的女人 这样模仿的话 其实就很像在门口挂牛头 卖马肉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你让宫内女人也不要这样做 那外面的人就不会仿效了 那本来他是说 挂牛头卖马肉 现在经过引用就成为 我们今天说的 挂羊头卖狗肉 变五千 哇 一万五耶 很快 你们是目前 我们看起来 入到现在一组很同心协力 累积奖金最快的了 这期如果答对我们损失可产 怎么办 来 下面题请出题 轮胎原本竟然是白色的 原来是轮胎在制作后会加入碳黑 请问添加碳黑后有什么用途呢 A 提升耐久度 B 增加摩擦力 请作答 有分叉了 有两个B 三个A的 选这A的 波姐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增加摩擦力的话 应该是在轮胎上面有一些多一点的刻痕 就是凹凸的痕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摩擦力 摩擦力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我是用三去法选A 这个很明显 三个人 男生本来就喜欢车 女生对车本来不是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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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还要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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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记住一下 如果有在看F1赛车就知道 其实他们在第一圈热身的时候 就是要不断不断地摩擦 让自己的 让自己的这个软胎的那个碳黑 可以掉下来 这样他们在加速的时候 增加摩擦力才可以跑得快 还要这样磨是不是 对 还是行 对 所以F1的第一圈是最好看的 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 你说 因为我先生以前就在F1工作 是的 他是很少数在英国工作的台湾人 那因为他研究的就是轮胎 所以我想轮胎 因为它在热了之后 它是真的可以 那个材质是真的可以 黏在地板上的 所以我也认为是增加摩擦的 正确答案是 提升耐久度 什么问题 轮胎呢 不是一开始就是黑色的 因为橡胶本身其实是白色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揪脸 前面吹成这样 他说 NO 不是怎么还不换动作啊 刚那一段 讲到他们三个都忽然觉得自己选错了 都没信心 你还不敢讲话 连我都觉得这两个女生好厉害 结果还是好厉害的错 睁眼说瞎话了 你 轮胎不是一开始就黑色的 因为橡胶本身的颜色是白色的 那你加入碳黑是为什么呢 它可以当作橡胶的补强剂 所以可以整体的提升橡胶的强度啊 耐磨性也是可以提升的 那碳黑呢就变成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不过你一加进去之后 你其他颜色就盖不过了 所以干脆就把它做成黑色的轮胎 来三位请到旁边 坐一下 就我们两个 就是你们两位 哦就你们 请先说过吧 我被你唬了一段时间 是 他们三个也是 刚刚其实也不敢讲话 我刚刚说三个男生请到旁边 你看他们表情是什么 来 请加三千 一万八到底会入你们三个谁的账号呢 来 下面一题请出题 肥胖比例最高 A 台中市 B 台南市 请做档 A B B 哦 也有机会 我其实一个人独得哦 因为我本身是台南人 所以我其实在台南走路 其实很多瘦子 我台中人耶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台中的人口大 基数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他的肥胖比例 可能就会比较高 你是台南人吗 那不是 这也是刻板印象人觉得 台南美食多 而且台南人很喜欢吃甜食 对 好 正确的答案是 A 台中市 哦 没错 以前的确是台南 但是呢 最近呢 台中胜过了台南 原因可能是因为啊 台中呢 看这个比例的话 他的运动人口 占的比例比较低 仅只有32.6% 所以这可能是慢慢来说 让台中成为最胖六肚之手的原因 对 如果多运动一点是不错的 来 请增加一千 账面上一万九 那谁获胜呢 当然就伯爵获胜 请入你的账上 追上来了 反败为胜 他现在两万七了 刚刚不高的 现在两万七 暂时领先 但是我们要进行三轮 来 两位请回来 刚刚包小姐那边摸过的时候 太多了啦 第二轮大家还有机会 是 请出题 英文教授是老师的意思 但在美国 什么场合 才会有比较多人 用教授来称呼老师 A 称呼大学教授 B 小学生叫老师 请作答 都选择B 因为教授不是教授吗 对 或是教授这样 就是很少会叫教授 正确答案是 B 小学生 因为小学生你们已经有听过 他说什么 教授 谁谁谁 又致缘小学 对 小朋友才会这样叫 那其实到了国高中后 我们会直接叫 Mr 什么 然后他的姓氏是什么 然后到大学 不叫老师 就Mr 没有没有 就是比方说Mr Who 哦 这种感觉 然后到大学没错 就会叫 Doctor 或是Professor 请加五千 拜拜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Battle 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